好,在這個來說,我們就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Moraiso 基本上所有的考試題目都是環繞著Moraiso去計算 所以你解決它,你解決了這個課 好了,最基本先,舉個例子 第一個,我們有10g的Hydrogen Gas 現在我很想知道究竟我可以燒完之後,可以拿到多少g的水 首先,寫一條完整正確的chemical equation 是必須的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鬆懈這個位置,一寫錯之後,所有東西都是廢話 我們會看到的10g的Hydrogen 正如之前說過的,沒有頭緒,先解決Mor 又來了,Number of Mol 就等於Mas over molar mass 對於水來說,就是10g over 2.0 即是等於5mol 小心喔,這個是Molar mass 前面的Coefficient是2,3,4還是其他數字呢 是完全不重要的 甚至我們可以先遮蓋面體 我只是說,現在我們拿著5mol的Hydrogen Gas 根據這個想法 Hydrogen對水的mol ratio 是2對2,即是1對1 一個H2,就可以換一個H2O 所以想法來說,我們應該可以換回5mol的水 最理想計 Theoretical yield之後再說 5mol的水 用回這條色 今次反過來 我有5mol 水是每mol18g per mol 所以Mask就是 5乘18等於90g OK 原來我拿著10g的H2 就可以換到90g的水 所以大家記住 那個mol ratio 純粹是要計算Count number 你之前計算有多少mol 那些東西是完全不需要用的 第二個例子 我拿著6mol的Carbon 可以換到多少mol的Carbon 6g 和我深水清的話 就是0.5mol 0.5mol 理論上可以換回0.5mol的CO2 CO2的Mol 是44mol 即是22g 也是用這條色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介意 好了,整條深一點 64g的CH4 64g的CH4 我可以換到多少mol 我可以換到多少mol的水 由於mol ratio 是1個CH4 就可以換兩個水 所以理論上 是42 我應該可以換到8mol的水 由於水是1mol 是18g 現在8mol 即是144g 這就是mol ratio的重要性 可以說是威力所在 當然 我們可以再換回想 現在我有4mol的CH4 究竟我需要多少mol的Oxgen 才可以Complete reaction 看看mol ratio 1對2 所以理論上 我應該 我應該需要4乘2 即是8mol的O2 聽清楚 是8mol的O2 跟前這個2 已經不再有關係 8mol的O2 1mol的O2 就是32g 記住 1mol O2 是32g 因為有兩個O 現在8 即是有256g 這個就是mol的計算方法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有一個 幾乎就可以了 有一個 一個 一個 和 一 一 二 二 二 Du